中三的时候呢 喜欢上写字画画 我要把教训工作做好 我把它放在第一位 他对学生的那种关怀 我觉得是无微不至的 也是一位亲如家人的朋友 他一直都很支持我 同时他也是一直陪在我身边 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呢 其实你是在追求什么 你将来又想怎么样呢 前陵吐露港 窑队八仙岭 平静如静的池水 跟吐露港山水景色 几乎连成一片 这个营造水天一色的设计 名为天人合一 是为了纪念香港中文大学 新亚书院创办人钱穆先生 和他所著的天人合一论而建造的 前任校长金耀基教授 曾经预知为香港第二景 而这个天人合一的瓦当设计 就是艺术系唐景腾教授的作品 其实呢 它是一个瓦当 以前有些屋顶啊 一块瓦压着另一块 去到屋檐的最前端 会有一个圆形的瓦盖上去 大户人家 例如姓唐 那个瓦当呢 就是个唐字 设计过程呢 我是以印章方式设计 所以这些地方呢 就仿照印章的那些 崩崩烈烈的那些效果 有些要破塔 弄断啊 有些要方要圆 其实里面呢 就是一些 艺术上的处理手法 谭景腾在大学任教期间 曾经八年 得到文学院优秀教学奖 也获得校长模范教学奖 他得到这些奖项 可以说是 他看重教学责任的成果 我记得有很多年 我得到特别多是教学奖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有人觉得你傻 因为你应该申请一些 政府资助的研究基金啊 你就容易升职嘛 但是我的领受不是这样的 神给我这个职份 是要我把教学做好 所以我把教学放在第一位 我们本身呢 是研究中国艺术的 中国艺术呢 是一个很庞大的体系 不同的体材 它都有很多的风格流派 甚至是分支 如果是初学者入手 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但是它呢 是很有系统的 梳理了整个的教学方法 让我们能够深入浅出 去理解整个脉络 甚至可以追本溯源 它也会因应一些同学的兴趣 或者他们的发展方向 提供一些教材 或者一些范本呢 做参考 让我们可以思考 如何继续下去 他也是我硕士的 论文指导老师 很多时候呢 我们写论文 都会遇到一些瓶颈 甚至是观点上的一些障碍 他都能够轻松地解答我们 甚至是提供更多的方向 让我们能够发展下去 所以你看见他是一个 非常融会贯通 和史术兼备的人 不过做好教学工作 并不是容易的事 是需要花心思的 以至学生能够享受 一个愉快的学习过程 你采用很多颜料来画画 特别是工笔花鸟 用的色彩比较多 如果你能够知道 这些颜料的来源 其实帮助你 技巧上会好一点 理解多一点 我就教他们做一些颜料 以至于能够增加 他们的一些兴趣 这个效果确实是相当好的 中国化的颜料 基本上有一些矿物质 就是矿石植物 也有化学材料制造出来的 最重要的部分 当然就是矿物质 你看见这些都是矿石 例如这一块是青金石 这块是蓝铜矿 这块是绿色 这两块都是绿色 是用来做石绿的 这是用来做石色的 好像这些 类似珊瑚的 磨碎磨成粉状 加了胶之后 可以做颜料用 而这一堆 就是我们叫做植物颜料 其实是中药 比如这个叫枝子 这个叫苏木 另外这个黄柏 这个是姜黄 那个是红花 是植物性颜料 比如我们是猪砂 这个猪砂 原材料的猪砂 我们用这个原材料猪砂 可以用工具磨碎它 磨碎之后 再经过反复的棉膜 进而加一些胶水 让它沉淀 然后把看上去 本来是比较暗淡的红 它就可以逐渐地分成 多种不同的红色 比如这个比较暗的 这个比较鲜艳的 其实它的威力是更细 比如这一瓶 其实是用枝子弄出来的 这样弄出来 你看见好像是褐色 其实当你用的时候 它真正的颜色 其实是黄色 好像这种黄色 同样你用来画蓝色 你用这些矿石 所磨出来的石青色 平涂下去 跟你买一盒的吸管装的 它的蓝是很木的 没有光泽的 这种就不同了 这相当于你用了很多手势 敲碎它磨碎地 铺上去 当然是不同了 再加上 那是不会变色的 可以放几百年 也不会变的 其实回看谭景藤小时候 真是没想到 他长大之后 可以成为一位教授 因为他童年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顽皮的学生 我小时候非常顽皮的 属于野孩子 到处烂跑的 在学校也很好动 以前每当你做错事 会给你一个叉号 三个叉号就是一个三角 三个三角就是一个小过 我记得我拿了52个叉号 校长还特别接近 甚至说明了 我再拿任何一个叉号 我就会被赶出校了 他读中学的头两年 仍然是无心向学 但是忽然有一个 让他非常投入的兴趣 就改变了他日后求学的态度 中三的时候 喜欢上了写字和画画 以前的中文科的老师 每个星期都要我们 教一篇毛笔字 我就买了一本书 那本书是教写受精体的 于是我就跟着学 教的时候 老师就拿出来跟同学说 这个是唐锦涛写的 这种叫做受精体 而且他还把我写的书法 拿给其他班的学生看 这个对小朋友很重要 很威风的 其他班都知道我写受精体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喜欢了 课外活动有国画班 我也参加了 需要买两支优质的笔 当时我很记得 一支叫大蓝筑 48块 当时70年代 48块蛮贵的了 爸爸也很好 真给我买 爸爸只是做劳动阶层 我同时跟他说我很想学国画 于是就报读了中文大学 校外部的韩寿课程 便宜一点嘛 去跟老师学那是很贵的 当时我也觉得需要印章啊 就自己尝试雕刻 其实我是不懂的 到我中四的时候 我就参加了一个比赛 当时我画了一幅画 叫韩银优竹 参加比赛拿了优异奖 而这个比赛呢 是大专美术联会举办的 而当时我在读中学的老师 马贵顺老师呢 他就是这个联会的主席 他有帮忙筹办 他告诉我 你的那件作品啊 丁岩雍老师有称赞啊 丁岩雍也是大师啊 他称赞年纪那么轻 笔触那么挺拔 当然我很受鼓励 当时我以励志 我一定要进中文大学艺术系 跟丁岩雍老师学画 谭景腾进了大学的艺术系 毕业之后 他碰上机会 被聘用为艺术系的技术员 在他协助制作教材的时候 接触到大量古今中外的名画 和艺术创作 开阔了视野 同时又接触很多艺术大师 其中最重要的 是他有机会追随国学大师 饶宗仪教授学习书法 当唐景腾进修艺术硕士和博士的时候 也是得到饶工的指导 对他日后的教学模式影响深远 有一年邀请了饶宗仪教授 回来帮忙 教授行草书和山水 是我负责的 我就好像做了他的书童 每堂伴随他一起上课 帮他准备材料 比如他接着讲什么 叫我准备好 饶工对我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第一是学艺相学这方面 他觉得学术和艺术是要变形的 互相补足和启发 他就是一个例子 我自己也一样 在学术和艺术创作上 都是能够变形的 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那个薄 如果你看饶宫的学术和创作方面 其实它是很宽和很薄 研究的很广薄 历史学 甲骨学各方面都涵盖 甚至创作也是 诗文的创作 艺术上书画创作 各方面都影响我 所以我自己呢 书画 钻刻的创作和史论的研究都有 另外 饶工在音乐上也了得 我自己也喜欢 所以读大学的时候 我也玩音乐 我觉得呢 是真的 很多艺术是相通的 我自己呢 也有学国术 比如太极 我发觉呢 是有帮助 比如我教书法的时候 我说 如何写这笔有力 在音乐上起步变化 教书画的时候 我都会用其他的艺术 作为一种解说 我觉得这样可以让学生 更加容易明白些 在谭景腾读大学期间 又有另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就是当他跟女朋友分手 这个打击让他很认真地 去思考人生的问题 为什么会分手呢 一直很顺利 突然之间对我来说 很大的挫折 当时就问了一个问题 现在我分手 好吧 将来我再次谈恋爱 也可能再分手 我就问了一个问题 究竟有没有东西是不变的呢 然后延伸到人生 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其实你在追求什么呢 将来你又想怎么样呢 一连串这些人生的问题 当时我开始看很多的书 后来我看了一本书 叫《铁证代判》 它是一本很厚的书 有这么厚 它从理性一点的角度 甚至好像法庭辩论式的角度 去拆解 比如耶稣是否真有其人呢 圣经是否可信啊 它有很多各种方法 让你明白 这个信仰是真的 我一边看呢 我就发觉 基督教这个神呢 是最值得相信的 后来有一位同学 邀请我去教会 有一个布道会 我记得当时呢 现场投影了一些幻灯片 跟着就开始唱一首歌 那首歌呢 我唱了两句 不明白为什么 我眼泪一直在流 但是呢 却很开心 跟着呢 就 就 想到 然后就 呼召 我很记得当时呢 有举手的 就是绝志了 离开的时候呢 感觉是很喜乐 很轻松的 我还记得要走斜坡 但是感觉仍然很轻松 很喜乐 这个经验 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觉 是的 我已经跟神相遇了 在信主之后 谭景腾把跟异性交往这件事 摆在神的手中 最后 他遇上了现在的太太 找到真爱 他的太太 就是基督教诗歌 创作人艾软 从我早期的时候呢 还没确定 自己在音乐上的照明 是他鼓励我 写了第一首诗歌 所以呢 我才能够知道 自己的照明 持持以恒去做 他是身为我预备的 一位很重要的人 后来我写诗歌 然后发行一些光碟 出步道队等等 然后呢 他一直都很支持我 同时也给我很多的陪伴 那早期对他的印象呢 就觉得他支持广博 特别是中国艺术 但是 其实坦白说 印象呢 就不太好 因为觉得他是很厉害 但是好像又有一点 适才傲物 这么样子 但是后来 认识生了呢 哎呀 就知道 原来他也信了耶稣 当时我也信了耶稣 后来有一次 我就跟他聊天 他说 我最近在考虑啊 想买一辆二手车 我打算呢 打告求问神 那一刻 其实我是有点 惊讶的 就觉得哎呦 坚持和热爱呢 从来没有改变的 而信仰也影响了谭景腾的书画创作 特别是在传课方面 他用了很多圣经的内容 作为创作主题 书法和钻刻的内容呢 其实就是文字 无论是经句 或者圣经的内容 跟信仰有关的事物 只要是文字 就可以融入这种形式 书法或者钻刻都可以 我这一方呢 刻了两个字 就是和睦 和睦两边呢 就是两条鱼 我用一只圆形的方式 雕刻这个外轮廓 战过时候的古喜印 其实都有这种装饰方法 就是圆形 上下左右都有文字 好像一个S的方法 我就不用S了 我就用四个小圆圈代替 像做成一个效果 五饼二鱼 大的圆圈是一个饼 四个圆圈就是四个饼 就变成五饼 在圣经里面都有记载 耶稣怎么样用五饼二鱼 喂饱了五千人 耶稣的爱的供应 在这里呢 是印文 旁边这里呢 其实就是一个 同称编款 就是说呢 你可能是签名 或者写下一些事 记说一些事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 必称为神的儿子 出自马太福音 第五章第九节 在一个圣经书法比赛的颁奖礼之后 谭景藤教授在现场极席辉豪 而他也很支持抄写圣经的灵修书法 传统书法作品的很多是写佛教道教的经典 但是作为我自己的信仰就是圣经 我可以直接把圣经的文字 用书法或者传课的方法去写出来 而在写的过程里面 你自然就会细细地指教 那些经文内涵的那些意义 甚至可以把它发展成为一种灵修的方法 跟神接触 举个例子 如果写 诸天树说神的荣耀 穷仓传扬祂的手段 在你写的过程中 用笔的那种纵横 或者那种墨韵 在纸上面的那种策划 其实是一种很自然的流转 其实跟我们看整个大自然 那种运行不息 神在当中主导那个运行 其实很相似的 在你一边写的过程中 你一边很享受 仿佛我能够看见大自然中 神奇妙的作为 所以你一边写的时候 里面就会一种愉悦 这就是一种灵修的方法 其实在教学的过程里面 在适当的时候 谭景腾教授也会跟学生分享 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 关心学生 帮助他们思考生命 我觉得有一件事呢 是很宝贵的 就是学生不单是学到一些 艺术上的知识 怎么去画画呢 怎么样去写书法呢 更是跟他有一种 亦师亦友的这种关系 当然不是全部 但是总有一些学生呢 跟他很合拍的 很喜欢找他聊天 然后呢 他们面对一些 年轻人的问题啦 感情的事情啦 家庭的事情啦 都会找他倾诉 他跟其他的朋友 或者是师生的关系呢 是非常好的 例如呢 我们会组团去他家里面去拜年 甚至是为他庆祝生日 之前呢 他有几次带我们离开香港去写生 如果以我为例呢 我私下里跟他什么都会谈的 家人的事啊 感情的事啊 甚至是香港 世界的政治等等 都会谈不同的事情 例如前一阵子 我身体呢 有些毛病 他很快就介绍了一些中医 让我去调理身体 他对学生的那种关怀呢 我觉得是无微不至的 所以他在我的生命中 除了是一位启蒙老师之外呢 也是一个亲如家人的朋友 其实我在教学里面呢 常常会提到信仰 当然比较密切一些的 比如他是硕士生啊 博士生啊那些 跟我呢 会谈得更加深入一些的 有时候呢 跟他谈到人生的问题 价值观呢 等等就从那里切入 然后我就会分享 我的信主经历 告诉他们 我是怎么寻求 神如何回应我 我如何相信 有时候上课也提到 比如我讲到 大自然呢 是很美的 我一定可以延伸到信仰 有时候讲到做人 我又会谈到信仰 比如我有学生无法睡眠 很担忧啊 我会跟他说 你尝试祈祷吧 我现在为你祈祷 你自己也要祈祷 他过两天回来说 睡得着了 很开心啊 那么 那么你要信啊 后来 后来他真的 真的去 去教会了 有几个研究生呢 就是这样信主的 如果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的价值观 和相信我们有成就是神次的 我就不用讨好他人了 要建立很多很好的关系网啊 不需要了 因为神会祝福的 其实我没想到教大学啊 这是他给我安排的道路啊 我常常不觉得自己很棒的 我觉得比我棒的人很多 但是神给我准备了这条路 在这教书 所以我更加相信 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恩赐和使命 在浩瀚的宇宙中 虽然人很渺小 但是神却给人享受和管理他创造的一切 又给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 专长和生活的目标 唐锦腾已经找到自己的使命 纵使他已经在大学退休 他依然透过自己的画室 继续创作和教学 乐此不疲 你是否已找到生活的方向呢 当你跟唐锦腾一样 愿意去寻找和认识耶稣基督 你也会发现自己的存在 其实是有意义和目的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fend plano most 河络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道 conveal 文化 文化 音乐 univers 客人 文化 哀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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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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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让我们继续为福音齐心协力